大家好 欢迎收看聊天球 我是凉哥 本期为大家带来2019年的国竞赛 西金斯对阵斯莱瑟 这局球真的是相当的厉害 斯莱瑟凭这一根上手之后 打出的球母桥的走位 大家出去看一下 就跟自己在练习舌彩的时候一样 非常的精准 但是这局球发挥更好的 却是西金斯再一次体现了乱局 大师的倾台能力 一杆打下来 最后就凭一分的优势 赢得了这场比赛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少有的经典球局 这一杆如果选择中间的红球 那么是一个反角 不好叫黑球 这一杆选择右下角的红球的话 一个中低竿自然就可以较味 第三个一杆选择 第三个一杆选择 一杆选择 另一杆选择 一杆选择 超红球一杆选择 各环球一杆选择 我们一起来注意 像现在这种球形球员就非常喜欢 一些资深的抬销爱好者 就能够看出其中的奥妙 打了黑球之后刚好母球上去又是一个红球 这就跟练习色彩的时候基本上差不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杆虽然开到球 但是效果却不这么好 因为母球打低了一点点 开到了红球的左边 这颗球如果开到红球的右边 那么效果就非常的好 这一杆打厚了一点点 这一下球权立即就还给了锡金丝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现在是利用打黑球的时候 K出了第一颗边阔的红球 那么母球现在所出的位置 中带还有得打 黑球缓缓的落入了带中 现在相差的比分还有47分 而台面仅剩51分 吸金丝还有3分可以挥霍 谢谢观看 吸金丝在走过来的时候 顺便再算分 现在双方相差40分 这个红球在叫彩球的时候 必须要想到下一个红球 该怎么去解决 最后一颗红球也顺利的K了出来 但是要想一杆获得胜利 这一杆红球必须要交到黑球 并且打进 因为现在对手还领先34分 而台面仅剩35分 一杆获得胜利的资金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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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进了黑球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下期见